另外就在警方宣布 四名在沙巴岸外遭武装分子绑架的 华裔船员安然无恙后 四名人质的照片今天在面子书上疯传 而散播照片的相信就是 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·沙耶夫 照片中四名船员赤裸上身 手持一个写着Victor Troy 2016年4月8号字样的纸片 并没有具体内容 而发放照片的相信就是 阿布·沙耶夫组织最近设立的面子书账号 绑匪三天前通过其中一名肉票 黄德纲联络家属开出放诊条件 而家属昨天也向沙拉越政府求助 希望肉票安全归来 至于人质所在地暂时不得而知